不愧是國民男友 女朋友都嗨起來了 玉琳 轉觀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世界各地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玉琳 非常周到 導演也要來一下 也跟大家打聲招呼 嗨 大家好 我是導演黃天倫 非常歡迎四位還有導演 來到我們今天發布會的現場 那一開始呢 除了打招呼之外 大家很好奇 究竟你們在這個想見你當中 分別飾演什麼樣的角色 從佳彥開始 跟大家好好介紹 我飾演的角色 可以講名字吧 可以可以 我飾演的角色是黃雨萱 然後因為她男友離開她了 非常非常的想念她 然後因為她非常的想念 以及對她的愛 這樣一個動力 然後在一個契機下 她穿越到了1998年的台南 所以你也是一人分飾 剛才我提到一人分飾兩角 而且你也要靈魂傳越 對不對 那光翰呢 那我也可以講名字吧 可以 都可以講名字對不對 其實我也算是一人分飾兩角 我就是飾演李子維跟王全聖 然後王全聖就是她的 她就是離開我的男友 她就是離開她的男友 我們雖然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可是你怎麼捨得離開 這麼美的女友呢 沒有她還是不喜歡我的穿衣風格吧 穿衣風格我們聊完角色 我們再來好好聊聊穿衣風格 好來 然後李子維的話 就是高中時期的三個人 我覺得兩個個性比較都不太一樣 這對你來說應該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也是我第一次接演兩個角色 一次分飾兩個角色 我相信這個所有的觀眾 也會看得非常的過癮 柏宇咧 我飾演的叫莫俊傑 是1998年的學生 然後我們三個高中故事 我跟子維是好麻吉 然後我非常喜歡陳登革 韻如 韻如就是我演者 所以高中圈的角色 現實生活中也非常欣賞 對 這是告白嗎 謝先生會 就對於前輩的形象 誰是前輩 你真的很敢耶 所以在戲中 你是對他有深深的愛戀嗎 愛慕 單純的高中生的那種初戀的喜歡 我們也沒有想多啊 好 那玉琳呢 我是光翰跟柏宇的同班同學 然後也是3.2班的班長 也是糾察隊隊長 學校學生是不是 好多職務耶 學校351234 這是真的嗎 真的真的 351234 351234 你知道那個在牢裡面也都叫編號 我們還是叫你玉琳好了 所以你是這個好學生代表的人 好學生代表 好學生 有像嗎 有 好像還蠻符合那個劇中的形象 對不對 那剛剛有提到 我們來這個講看看服裝好了 你們今天是特地從台南上來 而且今天服裝的打扮聽說有符合影集的精神 對不對 嘉燕 就是看你之後我是被排擠 你往前 你往前站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 今天最亮就是你了 但是我要先講就是 今天明明有講好 大家要復古閃亮 喔 所以 喔 轉一圈 轉一圈 這很像那個舞池當中的那顆球 在哪裡給大家看看 我穿喇叭褲耶 然後閃亮 所以喇叭褲算是復古精神之一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玉琳 今天真的有做到復古 喔 有沒有 你是喇叭嘴 我覺得 來你們兩位往前一步 這個你們 那個嘉燕跟玉琳 你們先往前一步 這個花襯衫配上閃亮亮的衣服 真的有復古的精神 如果覺得他們比較符合今天的CP精神 給點掌聲吧 那不好意思 我就先走了 我們是戲中的CP 他們是今天的CP 好不好 因為你們在戲中很多對手戲了 所以我們今天讓玉琳 好學生也要有點福利嘛 對不對 那聽說導演今天其實也 有符合復古精神 是不是 聽說你也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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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20年都穿這樣 所以他人就是一個復古的代表 不是我第一次穿這樣 你第一次穿這樣 他平常都穿怎樣 技能衣 技能衣 他平常都穿 你要問演員比較準 他平常都穿怎樣 柏宇 比較休閒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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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阿伯 阿伯是不是 欸 現在阿伯很紅欸 阿伯都會抓頭 說這個這個 怎樣 所以你今天也算是盛裝搭擺 沒有他平常是會穿那種 就是登山那種 比較透氣的那種 技能外套 跟技能衣這樣子 但我覺得很好看 尤其是紫色 啊 紫色 是不是透露太多 所以他今天算是為了我們的發布會盛裝出席 跟你們一樣也是有精心打扮的 那麼剛剛有提到 其實想見你們已經在台南拍攝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而且我剛剛在後台 我聽到這個工作人員告訴我 他們這個在台南拍戲的氛圍非常非常的好 那麼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拍攝這一個多月的時間 有沒有發生什麼讓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嘉燕 其實這一個月 說起來沒有感覺到 有這麼久 快樂的時光過得都很快 劇組的氣氛滿開心的 然後 大家就很像 很像一家人 然後每天生活都很規律 非常專心在劇組生活 跟拍戲的那個氛圍裡面 很單純很簡單 那光翰呢 有沒有什麼跟大家分享 我知道其實你花了很多的精神 在揣摩兩個角色 所以 有沒有在分身之魚 有沒有想到說 其實大家的相處 有沒有什麼發生特別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 很開心 這絕對是我拍過最開心的一部 就是目前 目前 因為我覺得 演員們互相見的狀態 跟彼此 其實不管是在拍戲的時候 或是私底下都會互相照顧 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然後我也很開心 然後其實我覺得我也蠻感謝三豐製作 就是肯找我 趕找我 趕找你 對 然後我會用很感恩的心去完成接下來的拍攝 柏宇勒 我的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前一陣子我們拍一場雨戲 就是我人生的第一場雨戲 我就獻給 下雨的那個雨戲 對 我人生第一次都獻給三豐了 對 喔 所以你很多的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說 這一部影集 會勾出你們很多的第一次吧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應該也會有很多的第一次會在想見你當中發生 那玉琳咧 印象深刻的話應該是食物 食物 對 因為 我們平常放飯的時候會有 頭頭魚跟鍋燒意麵 對啊 就是跟在台北拍片的時候是吃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這次是回到我的家鄉嘛 所以那些東西對我來說特別有感覺 所以會不會 導演 會不會他們從第一集吃到最後一集 那個臉都變寬了 沒有辦法聯繫 不好吃 每個都變胖 每個都變胖 真的嗎 真的有變胖嗎 有變胖的舉手 一個多月來 真的嗎 原本我在鏡頭上是最胖 但是現在好像沒有幫我墊底了 對 你就一直餵玉琳就對了 是不是 這是他的老家 對他主唱 所以他可以帶你們去吃很多好吃的東西 真的嗎 他也說一家什麼小上海鹽酥雞超好吃 超好吃 他一定要叫我載他去買 一定要是不是 不管多累 那天多晚 而且還是騎機車這樣 就是在台南街頭這樣 跑去買鹽酥雞 兩個男人騎機車這樣 這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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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的意思 那麼剛剛有提到這個 你們的角色其實在這一次想見你當中都有非常多的突破 但是我很想問導演的是 究竟你當初看上他們四個哪一點 是符合這個劇本裡面的精神跟角色 讓你決定說 哦好 就是這四個 導演 導演好好說 導演好好說 導演很害羞 你說什麼導演會轉手 他思考事情之後會轉手 我們可以 那你幫他拿外克風 他會邊轉邊講 你當初為什麼 順著密著都可以 為什麼選角會選這四個來擔任你的主要演員呢 佳彥是最先定的嘛 對 那因為那個 剛剛主持人說過演什麼像什麼 然後 就是這個 需要非常非常多經驗的一個老演員 他才可以達到這個 我覺得 這是稱讚嗎 佳彥有什麼 佳彥有什麼 佳彥有什麼要回應導演的 沒有我覺得 普天之下 我這個年紀能演高中生的演不多 欸你知道嗎 我過過那個 想見你的Facebook的臉書 官方粉絲團 我看到你們四個人的背影 因為之前都還不能透露嘛 我看到女主角 我真的是嚇呆了 我覺得她根本就是一個 國高中生的背影 所以你真的非常厲害 導演 我不同意你的那個 資歷比較老 碰到安全之前 就只是背影而已 就怎樣 只是背影而已 喔 轉過來也是 等一下等一下 佳彥你是不是 有在台南得罪他什麼 對喔 可能有吧 有嗎 有嗎 沒有 沒有 一直是想要開玩笑而已 是不是 導演的玩笑真的 他今天手被釘住 沒辦法很準 沒辦法準 沒辦法表達起來 除了家宴之外呢 你為什麼 光漢就是去年有跟他合作過一次嘛 所以那時候就看到一些他的特質 就覺得 裡面那個角色 年輕的時候其實就是一個很 很怎樣 很 很帥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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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白木 吃 白龐貴 很什麼 一個比較鬧的角色 年輕的時候 比較鬧的角色 對 喔 學生的角色 的子惟 李子惟 所以他覺得你私底下的性格跟這個比較 調皮 就是他也有這一面 也有比較成熟的那一面 所以你覺得他可以轉換得很快 是不是 那 柏宇咧 柏宇因為 柏宇是一個比較新的 對 那就是想說 不能讓光漢一個人在裡面算就好 就是還是找人 喔 對 一起帥 是不是 謝謝導演 謝謝 這樣玉琳要哭了 沒有受到威脅 那玉琳呢 你剛剛帥都 玉琳一樣啊 就是不能讓他們兩個帥 所以要再找一個帥 就是第三帥 喔 很會講話 玉琳是因為 之前就跟他合作過 然後這時候想到說 要演一個 看起來很乖的角色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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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假面好學生 就想到 真的好學生 骨子裡也是好學生 所以你就馬上就想到玉琳了 我覺得這個形象的投射其實還蠻準的喔 因為我們光看這樣 還有他們剛剛的介紹就覺得 欸這個角色好像真的還蠻符合這樣的一個人 那剛剛有提到啊 這個他們四位演員 有些人是要一人分事兩角 有些人 要這個 靈魂的穿越 我們都知道 佳彥其實在過去的電影 這個作品當中 有曾經常是20歲 演到40歲 所以我 比較不擔心你這一點 那其他三位 要從17歲 演到30歲 我覺得是對你們來說 應該是非常大的挑戰 請問一下光翰 你到底要怎麼樣做這些功課呢 其實我覺得就是 因為其實上一部戲跟這一部戲接蠻緊的 所以中間其實也沒有真的有很多的時間去 去準備 但是我覺得 就是平常時候多 多去 會去揣摩一下高中生的狀態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其實 狀態都是比較重要的東西 對啊 就是我覺得狀態對了 就是什麼 做什麼都對 所以會盡量 讓自己在 年輕一點的狀態 就是在高中生的狀態這樣 可以稍微想像一下 然後去揣摩一下 或是可能會去高中 再看一下放學這樣子 看放學是不是 是女中嗎 不要講述 綠色制服是不是 家業真的很懂 要去那個 男生比較多 對因為我覺得 與其自己想像 不如去看一下 真的 現在的高中生怎麼樣 雖然說 嗯 對啊 差點爆雷 差點爆雷 沒有沒有 我們不就看成這一刻嗎 沒事沒事 反正你就可以看到 你在《想盡力》當中 其實會有 17歲到30歲的表現 對不對 所以可以看到他這個 揣摩高中生到底像不像 我們在《想盡力》當中 就可以看得到 柏宇雷其實 也17歲對你來說 應該不是太困難 因為也沒有離太久吧 相差五歲 對啊 所以應該還OK 但因為我的年齡設定 是在 我年齡設定是在17到28 可是後面還是有經歷過 20末的一個 故事對 在我人生中是缺少這一塊 所以我會多觀察 現在我自己有個興趣是釣魚 釣魚 對 我會在我家那邊的湖邊釣魚 那其實旁邊的釣友 都是一些 退休的阿伯之類的 阿伯 然後也聽了他們講很多 他們人生故事 所以你真的喜歡釣魚喔 我真的喜歡釣魚 你這樣 好像有老靈魂 住在22歲的身體裡面 對 所以你從這個釣魚當中 跟阿伯的嫌話家常當中 可以揣摩一下 他們的人生經歷 跟語氣 跟動作 是不是 對 就是他們的人生觀 這還蠻特別的 原來釣魚也可以 欲林咧 17歲嗎 很遠了嗎 不不不不 17歲的話很簡單 就跟他們多相處 30歲的話 就是跟導演多相處 很會就地實才喔 很會很會 很會 你身上學到什麼 轉手 轉手啊 然後我要說的是導演你真的要吃東西 都不吃 導演工作的時候都不吃 都不吃嗎 對啊 不吃不喝去完成這步驟 導演 為什麼 為什麼不吃不喝 這個衣服才穿得下 是為了今天嗎 所以今天之後就可以大吃大喝了 可以考慮一下 玉琳這個重責大任交給你 你這麼懂吃 這麼會吃 而且台南又是地主好不好 把他養胖一點 我們希望在殺青當天可以看到 胖嘟嘟的導演 可以嗎 這個交給你囉 剛剛有提到他們其實都為了 這個角色做了很多的揣摩 所以現場我們要來演技大考驗一下 我們給四位演員都出了一道題目 一個情境 讓他們一秒從17變成30歲 有沒有非常期待 有 那麼每一個我都會設定一個情境 導演也要玩嗎 不用 你不要 我當評審就好 你當評審 你幫我們稍微都沒問題好不好 只要跟我們的製作人講一聲 所以待會很重要要認真的演 好 我們首先出第一道題 有請玉琳 如果今天你肚子很餓 然後騎車去台南上海 什麼上海 小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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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買最後一份鹽酥雞 老闆都要關門了 買到鹽酥雞 超開心 回家去發現是青椒 齁 17歲的時候會是怎麼樣的反應 好 好 預備開始 這是17歲嗎 好 回來回來 30歲 30歲 這個情緒很不錯 呃 給你吃 掌聲 好 所以 17歲 比較見不得 鹽酥雞變青椒 對 30歲容忍度就稍微大一點 對 覺得青椒也健康 那樣對不對 青椒還是不吃 青椒還是不吃 青椒還是要買 那個心情是比較 所以17歲會比較 大咧咧 比較張揚一點 然後30歲就會有點 算了算了 這樣子 這是你 這是你了 可以嗎 導演可以嗎 OK嗎 17歲的 持續的張揚不像 他在戲裡面的角色 所以 可能要考慮一下 好 所以我們列入觀察名單 那接下來下一位 我們就輪到 柏宇好了 柏宇 我們都知道這個 上門廁所之後 都有拉鍊忘機關的 這個經驗 柏宇 來幫我們詮釋一下 拉鍊忘機關 17歲跟30歲 有什麼不同的反應 掌聲歡迎柏宇 你要真的拉下來嗎 不要吧 要不要就是真實一點 好 來幫我們詮釋 17歲 拉鍊忘機關 欸 我的沒拉 欸 你也是 你對著我幹嘛 你不用字喔 對 17歲就是屁孩啊 就是屁孩 對 就是屁孩 那我很期待30歲 來 30歲 拉鍊忘機拉 欸 不好意思喔 我去上廁所 喔 比較有禮貌 激勢的一個做法 就是比較禮貌一點的退場 所以17歲還真的 17歲的時候真的會這樣喔 常常會去廁所的啊 然後如果拉鍊忘機關就會秀一下 一起上廁所的 我還蠻好奇你高中生活都怎麼過的 這有時候也是反應真實人生 接下來我們要給柏宇的掌聲啊 導演怎麼樣 還行吧 什麼 還行吧 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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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光翰 給你的這個問題呢 有點 有點大 就是17歲要搭訕人 跟30歲要搭訕人 你會用什麼不同的態度 我想到了 好 你想到了是不是 17歲到30歲 5秒 喔 5秒 5秒演完可以嗎 可以可以 你需要對一下嗎 導演導演 他要搭訕導演 好像不是很情願 好 17歲 5秒5秒 這30歲的搭訕 預備 開始 我很帥 我有錢 後面有沒有聽到 有 17歲他說什麼 30歲說什麼 有錢 好準喔 開玩笑 開玩笑了是不是 可是你真的抓到了那個精髓 掌聲 我們謝謝光翰 好 最後一題當然要留給這個 金鐘以後嘉燕 最後一題真的 我覺得非常困難 壓力這麼大 壓力非常大 請你幫我們一秒詮釋 17歲的想見你 還有30歲的想見你 但是我覺得想見你的心情 想要見到一個人的心情 不管幾歲都是一樣的 掌聲 你想念一個人就是想念一個人 所以不會因為年紀的改變 不會因為年紀 也不會因為時空 就是你很想見到一個人就是 心裡的激動都是一樣的 對 不管在哪裡 心情都是一樣的 那看著我們中間的鏡頭 給我們一個17歲 跨越到30歲的想見你 很難喔 對啊 我們要有一個情緒的流動 你可不可以 你用表情來劇透一下好了 好不好 就是五秒之內告訴我們 劇情發生什麼事 然後但是又要想見你 很難齁 對啊 我想你需要一點掌聲 嘉燕加油 好 好 我很想你 有沒有被勾到 好像還好 好像還好 沒關係 大家去看戲 在戲裡面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的是不是 可是我覺得他剛剛 有一字一句的說出 我想見你 那麼 我相信大家也想要見到 這一部非常好看的作品 所以接下來 要麻煩這個導演 還有四位演員 努力繼續完成這一部 有深度 有溫度 更有層次 而且呢是非常有意思的 想見你這個好故事 那我相信呢 大家在聽完他們的介紹 還有分享之後 也會更迫不及待的期待 2019年最經典 而且最值得好看的大戲 叫做什麼 想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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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即將跟大家見面 敬請期待 謝謝四位演員 也謝謝導演 今天來到我們發布會現場 謝謝你們的分享 請加加油 好 那接下來最後呢 大家要一起說一個 你從來沒有聽過的好故事 也就是想見你 來看一下左手邊 左手邊有很多的媒體大哥大姐 那我希望呢 這部全新影集 想見你 可以引領台灣戲劇的新風潮 並且讓全亞洲的觀眾都讚嘆不已 為為無窮 來看一下右手邊 右手邊也有很多的媒體朋友 那2019年就要跟大家見面 大家可以敬請期待 那我們都知道呢